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家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呢 可能应该是跟家人啊 跟兄弟姐妹一起住在一个 房子里那样温暖的感觉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 就邀请到高雄知名的建筑集团董事长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对家的看法跟理念 欢迎董事长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游游事业董事长张扬栗 大家好 欢迎董事长 那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请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 你本身呢对家的这个 理念啊或是说 会不会有一个想象是怎么样的呢 我非常高兴 我在 一个乡下长大 就是布袋过过那个村庄 我从小 就生长在一个 非常幸福 美满的家庭 我有父母亲还有 死死这个阿伯 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一共八人 在小的时候 在乡下 就是早期的乡下 非常的快乐 因为走私去的话都是我们玩的 水锅啊 家庭 那个池塘啊 就到处的一个玩 非常快乐 那时间到了 父母就 找你回来 那父母给我们的教育是深教 就像为什么我们后来会成立这个 基金会 就是因为父母 在他们经济可以的时候 常常有很多这个 早期的这些乞丐 要来我们家要饭 我的爸爸就告诉我的妈妈 我们有一口饭吃 一口饭可以留给这些 需要帮助的人 需要帮助的人来吃 所以我们长小耳目日然以后 我们 后来才会成立这个 一个基金会 来对我们父母亲的尊敬 以及对我们父母亲的感恩 所以一开始像刚刚提到的 您是嘉义人 对 那刚开始 像是一开始 怎么会从嘉义到高雄 来这边打拼啊 因为在嘉义那个地方 就是比较偏远 然后也是乡下在海边 在那边等于是没有什么 成长发展的机会 那我学校 国中毕业就到高雄来读诗 读完诗了以后 就留在高雄发展 因为高雄的机会 是一个工业城市 刚好在起飞 所以我就留在高雄发展 希望在高雄能够 奋发图强 有好的成就 未来可以移景 反向是我最大的一个宴望 所以一开始就是到高雄 这边来读书啊 然后刚开始就业 是不是董事长 一开始就业 不是在这个建筑的部分 对我刚开始的话 是从是珠宝的这个批发 所以高雄 南台湾应该是全国的这些珠宝界 早期大家都很认识我 因为我的珠宝是从外国进来 然后批发给这些珠宝上 所以我对于审美的观念相当有 然后对于这个整个在外国看到的这些美的东西 是我鉴定我未来以后走向建筑业的一个基础 那是从珠宝然后转到建筑 是不是因为在国外待了一阵子 然后可能这样子来来往往看到很多大饭店 给你有些启发 我刚刚提到的 我在国外看了很多的非常漂亮的大楼 我观光放电甚至去度假的时候 一些观光放电都非常的漂亮 包括他们的外观 包括他们的这个房间里都非常的漂亮 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里 我认识我的应该是我的前辈 蔡川哲我们嘉义同乡会前的理事长 就跟他讨教以后就走入建筑业了 就走入建筑业 所以在开始投入在高雄那个地区的建筑的部分 对 那董事长本身有没有对住的这个很有讲究 很有理念这样子 我想住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每一个人对住都有一个这个向往 有一个期望有一个寄托 因为它可以让你在这个家庭里面 就像我的家庭一样很快乐的生活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搞盖好最好的房子 在当地段盖最好的房子给朋友们住 就是给这一些我喜欢也有的人住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 然后我认为盖了房子以后 它是一个硬体 人住进来以后才会有开始有生命有灵魂 所以我就常常在这个这一些我的房子里面 就是这些大楼的这个 内庄 公共的地方 公共的地方办一些活动 就是等于这个设计总体营造一样的 让这一栋大楼开始产生生命 然后整个大楼里面互相的连结在一起 这是我对一个家的一个感觉 然后对我的客户也是服务 客户有什么问题找我 我们就去服务 就把这个感情连结更深 每一个客户也好跟我们也好 连结更深 所以是针对就是建筑这个部分 你觉得它是一个可能冰冰冷冷的建筑 但人住进来就会有种温暖的感觉 对 那像刚刚董事长提到的这个部分 你说服务 那一个房子卖出去之后 你们会提供怎么样的服务 因为房子是一个很 一百种以上的工种组合的 一定会有问题 它不可能说一次盖好了以后 不会有一些小毛病 当小毛病产生的话 住户他们要找的这个 这个来维修的人就很困难 或者费用很高 所以我就长期提供的这些服务 就免费的这些服务 让这个买我们房子的人 买了就非常高兴这样子 所以有有的服务在高雄市 非常有免的 所以是如果你住了这个房子 你买了这个房子 住了发现有一些问题 所以都可以再跟你们回报吗 对 然后你们在免费的维修还是说怎么样 看状况有什么情形 我们前面几年是免费的 后面好像我们最近规定以后是三年以后是什么服务 五年以后是什么服务 未来是什么服务 但是我们会跟他们终身的服务 长期的服务 所以除了在建筑业这个投入之外呢 你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受到父母亲的教育的关系 所以也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对 因为我用我父母亲的名字 我爸爸是张禄 我妈妈是张瀉水井 我们用井禄 教育基金会来回馈社会 然后对我们父母亲的这个 终身的这个怀念 也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对于这个感恩的心 持续下去 持续下去 那因为基金会啊 它可能会有分很多不同的种类 那怎么会针对教育这个 还是说对你而言 你觉得你的求学过程中 教育对你有很大的改变吗 我想这个教育可以翻转 你的一生就是一定的 我在整个这个培育的过程当中 还有整个了解当中 发现到受过教育以后 他完全改变他的家 我这里培育的这个学生里面 有47个是我培育的学生 长期培育的 从国中高中到大学 每个月固定给他们这个费用 国中是3000每个月 高中是4000大学是6000 我现在培育47位这个学生 培育出来的这些学生 受过教育以后 他们的完全不同 因为他们在向下是单亲 或者是家庭生活比较困苦 有的没有受过培育的 我们会过去看 他们到后来去工厂 或者在向下 就做一些这个移工 做一些这个比较 不能翻转他们家庭的生活 所以我认为这个教育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你们针对这些学生 你们都是在哪个地区的学生 嘉义地区的学生 这个就像我们的长期培育的 就是在布袋 冬时 就是董事长小时候的故乡 对对对对 一直这个故乡 我们有晚自习班 在嘉义县 我们办了八所的晚自习班 就是这些学生可能下课以后 就回到家里早期 我们没有培育的时候 我们是从94年开始晚自习班 他们没有的话 回去的话是打电动玩具 看看电视 他们的生命就浪费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晚自习班以后 这些学生留下来 我们请了这个老师给他们辅导 让他们在这个学校里 共同的晚自习 然后这些学生来晚自习以后 我们了解调查以后 从高中到大学的比例 就慢慢的提升 然后进到嘉义中学 嘉义女中的更高 所以这个是 我认为这个教育的话 是可以改变他们的一生 所以这一些 所以我们在嘉义办的这个 所有的活动都是我们 拜托邓昌校长 在这些处理联系 还有这些几所八所 国中的校长里面 非常的用心来协制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也是当地有很多校长 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对 那因为也是长期的陪例这些孩子们 是不是董事长也从中感受到一些孩子们的成长 或是说他们慢慢的也读书 也读出一个成绩来 然后给董事长的一个回馈的感觉 我看得也蛮高兴的 有的 我早期去到一个刚要辅导的这个 培育的学生家里 他们是住在一个客旁 家里养的这个猪 养的猪以后就住在这个 一家七八个 住在一个小房子 圍章建筑里面 看得也蛮心痛 那我培育以后这个学生 读了这个高中以后 上了这个警察学校 然后宽转他的这个家 然后他后面的这个弟弟妹妹 就透过他的 因为已经到了这个社会工作 到了警察学校 有钱让他去读书 所以这整个家庭就改变了 所以是从董事长这边 然后培立这个孩子 然后再从这个孩子 可能带给他的弟弟妹妹 有一种不同的对教育的看法 对 我培育了几个学生以后 回头去看 他们原来是这个 整个家庭是愁眉苦脸的 或者没有感到快乐的 结果辅导以后 这个培育的这些学生 他们开始上了高中 在高中的时候 他们学校的这些活动 让他们更开朗 上了大学以后 他们更快乐 让他把快乐带回给他的家庭 让他的家庭产生更快乐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 心里的话 真的非常的这个 温暖 也很感动 因为这些毕业的学生 最近我们也安排回到 这些我们所这个 文字席的学校里面 去跟这些学生们去分享 他们的这个 接受培育的这些过程 的成长过程 我听了很感动 有一次我听了就想哭 就是也是经过你们的培育 然后让他们慢慢的 一步一步努力 之后呢 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对 也很感动 那像针对这些 培力的孩子啊 可能都是来自嘉义偏乡的小孩 那针对高雄地区的学校 有没有做哪些的一些 教育的推动 我们在乡下职合 我们在布袋那地方 出了这个奖学金 晚自习 还有那个陪学生 还有一些这个 救济的这些贫困的以外 我们在高雄里面 我们做了这个 也办了奖学金 是我们的住户奖学金 这些我有七十几栋的大楼 这些鼓励买游耳房子的鞋子 能够有这个 晋升的这个 努力的这个一个标杆 那也在高雄市 国中 国小高中 办了每一鞋起 办了一百场的 这个讲座 包括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 这个孝照 然后是法力秩序 然后是这个黄独的 就是我们在高雄这个地区 办的这个 讲座收到很大的这个好评 那奖学金 对这一些 鞋子们鼓励也相当大 他们也非常高兴 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以后能够写一写这个 有了这个思业的精神 就是也是得到了一些帮助之后 希望可以也帮助其他人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起头很来 但是你做了以后 它就会很顺遂 然后会感受到你的乐器 然后你会越做越有趣 然后你会让周遭的朋友也感受到 像我有几位朋友 因为看到我这样的一个去办理奖学金 他们也回到这个 他们的学校去办这些奖学金 我听了也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抛砖引力 去让这些朋友也慢慢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 一起投入这样子 投入这样子 社会是一个很快乐的 很温暖的 那除了对这个基金会在针对教育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些公益活动 是针对偏乡的长辈做一些投入的照顾这样子 有我们也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 嘉义这个地区的这个单亲比例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也透过我们这个 刚刚提到的这个郑校长 还有这些校长在我们那个 部呆那个地方协助这些 长辈 能够在整个晚年有更好的这个生活 那董事长是嘉义人对不对 那因为经过您过来高雄的努力 然后之后再回馈到学生啊 或是说在地的弱势或是长辈这个部分 当你现在很成功了 再回去看嘉义这块土地 你会不会有一些感触 或是说可能在培育嘉义的孩子 那我们到嘉义的时候 让你有一些回忆勾起来这样子 我非常向往我从前小的时候的生活 我一直讲我现在能够这样善良 我现在这样的有智慧 我现在能够这样的快乐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在那无忧无力的这个乡村长大 才能让我现在充满了这个对人生的喜悦和快乐 所以我常常回去的话看到我现在这整个家乡 都让海水淹起来 那一片的都是不能种植的这个一些土地 还有这一些人 老的人才留在我的乡下 一些年轻的都到外面去打拼 看了以后心情蛮感受蛮难过的 所以会希望说除了在这个学生或是长辈的话 其他有没有想要再投入一点 可能带进青年的力量回到家乡 我最近在想到了台东去看 他们的观光非常的好 台东也好 宜蘭也好 很多有知名的这些餐饮 就是饮食都到那个地方 那我加以沿海 山边的话是非常好 因为有阿里山他们发展得非常好 但是这些沿海的这些观光 做得好像没有我们预期的好 只要能够把台东宜蘭这些观光的方式 带到我们的沿海 来改善我们沿海这一个地带的这一些观光的话 我想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回流回来 那这个加以这个城市 这个线就不会全市报纸报导的 已经跌破50万的人口 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难过的 希望也能够有机会 我能够呼应我们在外 嘉义在外的这个企业家回来 然后带着这些年轻人回来 来改变我们嘉义这块土地 因为我们在这里长大 我们在这里剩下来长大的 我们应该回馈这个我们这个嘉义这个地方 那嘉义对您来说是故乡的感觉 那高雄对您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 因为它也是带着你 陪着你一起打拼到现在 有没有什么一些未来想要 继续在高雄地区做推动的公益 高雄我民国60年来到高雄这个城市 青年路还有山多路这个都还没开闭 整个都是一个比较向向下的那种感觉 然后走到现在这个城市已经改变很多 我想未来整个高雄市的成长会相当的大 所以我想我在建筑这一方面会更加的努力 共同跟我们这个建筑同意 让这个高雄这个城市变得不一样 就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地方 就是用您的专业建筑这个部分 然后让高雄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 对啊有机会我也会在我们的基金会里面 投入更多的主委员在高雄这个城市 因为高雄也算是我的故乡 第二个故乡的感觉 那我们再回到建筑这个部分 有没有一些想法 因为现在可能房价比较高 年轻人可能会比较负担 所以在这个部分你们会给予你们的同仁 会有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理念 就是告诉他们说 因为现在买房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服务啊 或是说建筑的这个部分 有一点要提醒他们的 我从开始盖房时 我就告诉我的同仁 房子盖完了要让我们的住户住一百雷 这个是我们留而最基本的要求 一百年喔 一百雷 我们也希望在整个营建的过程当中 第一不可脱工减料 第二我们也以高规格的要求 我们的建筑是结果技术设计的标准是超越现在的标准的 人总是要有使命感 就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 当你有使命感就会产生无限的力量 让你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能够永久持续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盖往后盖的房子也好 我也交代我的下一代也好 都是第一秉持的第一良心 踏实热忱去盖你要给下一代租的这些房子 也不能有任何不正当的一个想法 这是我的要求 要求 是因为我们人都会离开啊 是不是想要留下一些 留下一些让人记得的事情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说我想要打造一个更好更温暖的 然后让可能我的住户啊 或是说基金会的这些孩子们记得说 当初有一个人这样子帮助我 那我是不是继续把这个良善传承下去 我常常告诉这个我头到的朋友 我关怀的这些学生子弟们 住户跟储备是非常重要 你有了住户你就会有储备 除非就产生你对这个整个热爱 热爱你的生命 热爱你的土地 热爱你的家庭 热爱你的国家 你就会让你所产生的事情 是正面的 你就会做出来 你可以让你流逝的 流逝的这个 这个 的东西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也是在追求 我未来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 留在这个地方 让刚刚你提到的 所有的能够是保育人的 去做 真的希望未来也可以持续的 再做这部分的努力 对 那我们最后啊 我们想请董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未来呢在高雄地区的建筑也好 还是说在嘉义高雄这些的基金会有怎么样的计划 跟继续推动的部分 我想我们基金会 对外是没有募款 是我们三兄弟 我的哥哥跟我的弟弟 我哥哥张振兴 我的弟弟张宏熙 我们三个人共同 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对外募一毛钱 共同的这个去来做的 所以我想我们未来 会在整个基金会上 在嘉义地区也好高雄也好 刚刚我也提到 我们会做的更多 就是让这个 这两个地方的这个 比较艰辛 比较生活 比较需要协助的人 我们来协助他们 不管在教育也好 在某一方面也好 能够帮助他们 来改变他们的一生 他不只他改变 他的家庭也改变 这是我们重要的 那至于这个整个房地产 我们也希望透过 我们团队的努力 在这个高雄市能够更扎根 更能够盖出更好的这个房子 来回馈爱护友友的所有的客户 那有没有对一些 因为房地产这个部分 可能大家比较 会觉得比较是一个 比较硬的议题 会不会有什么期待说 对于整个环境的部分 希望说 因为房价也很高 可能很多年轻人 没有办法负担 那这个部分 董事长有什么理念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想这个房价高 包括我们的这个薪水 是现在是比较不理想 不紧情 所以我也一直呼吁政府 在如何能够协制这些年轻人 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因为政府有责任 让你的住民 住在这里的住民 他们过的是快乐 平安 幸福的生活 那这个就要归政府 政府 政府引导企业家来协助 让这个 住在台湾 这个土地的人 都是很快乐 很快乐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因为在高雄 也有很多人 是住在有有盖的房子 那是不是透过镜头 董事长可以跟他们说一些话 谢谢这个所有的客户 因为你们的有有的信任 因为你们对有有的这个认同 所以你们制了有有的房子 我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你们 我相信你们买了以后 有有的房子 制的会很快乐 这个很安心 因为有后面有有有来替你们服务 照顾你们的一家 照顾你们的家 让你的家 尤其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设计总体 营造 让你们住在这里的这个不足 有遮风避雨 那你们的精神会更快乐 所以我们把所有 住在这一栋大楼 我们都连结起来 就是你的家庭 隔壁都很好 千金蓝买 好邻居 好邻居一样 眼亲不如近邻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推动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部分 管理部分在推动这样的一个 设计总体营造 包括我们的品牌 那也谢谢很多顾客 选择你们 信任你们 对 我非常的高兴 好 那谢谢今天董事长来到节目 跟我们分享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加个好友吧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